20萬劑什麼時候進來 我就跟委員剛才報告 這個時辰我們目前還沒有接到 確定的訊息 指揮官要安撫所有的人的 我們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還是根據權民的意識 如果不好就不要進來 如果不好就不要進來 好嗎 我們寧願等 好 謝謝 但你可以等啦 沒有強迫你打 院長 英國的A3的疫苗 什麼時候可以到台灣來 我現在的跟大衛報告 就是差不多今年第一季 這個我記得陳部長在前一陣說 進來七天就可以打 大概三月初就可以打 現在又變了是吧 沒有 上一次是大家在詢問的時候 如果有疫苗進來像AZ 英國的AZ疫苗進來 從什麼韓國啊 新德啊 那我們是 七天就 對 七天就可以打 基本上它資料 在AZ的 牛津的疫苗 在歐洲很多人 很多人就說 因為它的副作用太大 所以歐洲的 醫護人員都不願意打 如果你進來了 台灣的醫護人員不願打 你要怎麼辦 歐洲的醫護人員有質疑 台灣的醫護人員有質疑 它副作用太多 它的有效率也很低 他們不願意打 請問 這次你批准要進來了 你願不願意帶頭打 願意還不願意嘛 不 如果問意願 願意不願意 那當然都願意了 你實在是不果決 像你這種指揮官 帶領著我們全部來打仗 院長 我跟你講 仍然美國的總統 副總統 在疫苗還沒開場 第一個帶頭打 給打的是一個安心的 陳部長 原位優先黨 解除大家的疑慮 他講了半天 這種人到指揮官 別人先死沒有關係 我不能先死 二十萬劑什麼時候進來 我就跟委員剛才報告 這個事實上 我目前還沒有接到 去不就是嗎 指揮官要安撫所有的人的 我們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還是根據全民的意思 如果不好就不要進來 如果不好就不要進來 好嗎 我們寧願等 好 謝謝 但你可以等啦 沒有強迫你打 也從來沒有提過說有任何 哪一個國家 在做干擾 那我只是我的感覺 在整體合約這樣一個不尋常的 pending 那可能有外力的介入 只是這樣子 想請問一下 今天大陸國台辦有說就是我們 採購BNT疫苗 因為之前有說好像受到大陸這邊的阻礙 那國台辦這邊回應是說我們這邊 台灣方面是自導自研 那尤其是透過代理商要直接跟BNT談 是一個政治操弄 是違背商務的邏輯 想要請教一下你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第一個大概是在 中間的 大家可以跟大家講的就是在兩次跟其他已經就是沒有 談判成功的相關的 這些資料 我們都跟大家來報告 那至於在後續裡面 我們都有相關的合約的關係都有保密的協定 那等到等體水落石出之後跟大家再來做一個清楚的報告 也從來沒有提過說有任何哪一個國家 在做干擾 那我只是我的感覺 在整體合約這樣一個不尋常的pending 那可能有外力的介入 只是這樣子 轉動呂 轉動呂 收藏 一鄉 轉動呂 縫 後 邁